正是在这里 在黑椒港的沿层之上 15世纪的葡萄牙航海家 将这个地标命名为 邦达内卡 译为黑角 几个世纪后 刚果如今的经济首都黑角市 就是以这块标志性的岩石命名的 然而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关键日期 1934年7月10日 刚果大洋铁路落成典礼 和第二天黑椒港奠基第一块石头 期后则是1939年4月1日 即深水港落成典礼的那一天 次日它便迎来了第一艘船的到达福科号 如今黑角自治港已成为中非的海洋门户 也是该次区域的第一个深水港 但它的成功是得来不易的 这需要数年的不懈努力 在2000年2月依法令实现自治后 港口立即对其基础设施 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 然而在2009年 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发起的优先投资计划 使得黑角迈入了21世纪的航海世界 波罗来集团来到了集装箱码头 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并加速了港口的改造和扩建 从而创建了中非第一个转运平台 钢果港湾公司 得益于这项扩建工作 钢果港湾公司现有一个1500米长的码头 和一个16米深的港口盆地 该码头可同时处理6艘集装箱船 其中一些集装箱船的吞吐量 超过14000个标准项 它配备了最好的起重装卸设备 8台最新一代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26台龙门起重机 和4台哥特瓦尔德移动式起重机 黑角自制港的真正优势 在于与其他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细致协调 领航员、托船船长、管制员、 党员、器重机操作员 和托车驾驶员的协同作用 实现了每小时完成多于80项操作的频率 目前该站点每年处理超过100万个集装箱 大多数船舶在不到24小时内即完成处理 与集装箱码头一样 黑角自制港也有其他站点 11000平方米的汽车城、石油码头、 防波堤、商店和库房、 4.5公顷的集装箱装卸物流区 总面积为114486平方米的木材厂 以及石油物流码头 因此黑角自制港可以同时在不同的码头上 同时容纳11艘船 然而新的投资和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中 最重要的是东防波堤的建设 一旦建成 这个配备最新技术的全电动设施 将使该次区域的第一个深水港 能够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2027年 当东防波堤被投入使用时 绿色轻气托船 将沿着航道引导船只 到达持水为17米的750米的码头 5台STS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将集装箱装载到30台托车上 并将它们运送到20台龙门起重机处 进行精确存储 该港口也已开始建设几个码头 长320米 深12.5米的多功能码头 长353米 深12.5米的多用途平台 长250米 深12.5米的干散货码头 所有这些新的基础设施 将使黑角自治港能够容纳多达17艘船只 总存储容量也将从38公顷增加到58公顷 从而使每年处理集装箱数量超过200万个 因此在各项工程结束时 前往首都布达财威尔 以及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加鹏 安格拉和喀麦隆在内的 伏地的扩境业务量将增加一倍 刚果大洋铁路线的改善 以及在黑角布达财威尔和布达财威尔 威锁轴线上建立的新的公路基础设施 将触及面向走廊和新目的地的货物运输发展 此外布达财威尔港计划中的基础设施开发 将允许每年有超过10万个标准墙通过黑角布达财威尔金沙萨走廊 布达财威尔和金沙萨之间贸易的加强 以及刚果核核断的利用得到改善 将使面向中非共和国班级的货物运输更加便利 这些运输基础设施将有助于恢复13号走廊 即布达财威尔、恩甲梅纳轴线的历史联系 黑角港和布达财威尔港之间的协同作用 将使目前向整个次区域客户提供的多市连运物流解决方案 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成为可能 除了对其运输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 扩大集装箱码头和加强转运业务外 港口还致力于确保员工的福利 并维护施工现场的安全 该港口最近获得了多项认证 如绿色港口、ESO9001、2015、无人港 同时符合ESPS的安全规范要求 除了经济活动外 黑角自治港还积极参与到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活动中 通过江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其日常管理和中期战略 黑角自治港为自己设定了几个远大的目标 继日起到2030年 一座工业渔港和至少500米的转运平台等基础设施即将问世 黑角港将成为中非最大的深水港 通过这些投资 刚果政府及其国际合作伙伴 志在将黑角自治港定位为丹吉尔地中海 和南非主要港口之间的战略枢纽 黑角自治港 中非的海洋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